本台特派记者李嘉宜到柔佛州丰盛港访问了失踪者家属 家属表示这次同行的15人都是游泳高手 经常参加水上运动 而且出发时也有携带应急用品 失踪的是同坐一艘双人滑艇的52岁的程永顺和64岁的潘玉珍 他们的亲属好友聚集在鹏家梦码头焦急等待消息 潘玉珍的丈夫表示太太是一名乾隆州国手并擅长游泳 尽管这是太太第一次前往丰盛港滑艇 但她在出发前已经接受一个月的训练 学习到万一掉队该怎么做 出发时太太也随身携带了应急包 里头有手电筒 哨子和食物 不过那个LiveS呢是Sponge的 对不对 那种Sponge的 她只是可以耐在水里面10到10多个钟头 她就会慢慢的溶去了 现在就是很希望希望希望Pray 他们是抱住那个那个 或者是被留到一个小岛 我现在最希望看到就是 就是马来西亚可以开 可以让新加坡的人进来帮忙 这个search and rescue mission 因为越多人帮这个search and rescue越好 另一名失踪者程永顺是潘玉珍的朋友 这次滑艇刚好同行 据了解她是一名退休的律师 她的太太和孩子也已经抵达丰盛港等待消息 马国海事局表示 他们明天将扩大搜救团队 而新加坡驻柔佛总领事馆则表示 他们将继续同马国当局保持联系 并提供所需要的援助 新传媒新闻记者 李嘉宜 马来西亚柔佛州丰盛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